关于人权与正义的讨论 艾伦·克劳斯身手敏捷冷静睿智的超级特工 马泰博士 智商极高性感美丽的科学天才 中情局为了培养高级特工而展开了一项绊脚石计划 通过精英改造使特工具有超人的智力和体力 并用药物控制他们为自己服务 杰森的出逃给绊脚石计划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各个阶级都陷入了恐慌 为了不使所有计划泄密 中情局决定秘密处决所有特工和一些相关人士 只保留重要数据已被不实之需 艾伦·克劳斯是一位出自绊脚石升级版计划的超级特工 在科技的帮助下体能和智能都超越伯恩 虽然一直受着中情局的要务控制 但艾伦一直希望能够摆脱这种控制重获自由 然而正在执行任务的艾伦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政府抛弃即将大祸临头 为了多拿到一些药片 艾伦越过悬崖提前几天赶到街头地点 打算在取得街头人的信任后悄悄拿药离开 不曾想丧心病狂的中情局已经开始了对特工的围剿 毫无准备 中情局的导弹击中了两人七身的小屋 进屋拿枪的街头人不幸丧命 艾伦因恰巧在外边而逃过一劫 此时的艾伦已经意识到了 是中情局想要杀他们 他将追踪器取出开始了逃生之路 艾伦深知没有药物自己难以活命 于是他出发去找雷切尔威兹 雷切尔是这一系列计划的核心科研人员 他负责所有特工身体情况的检测 以及药物的研究 中情局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些知情的科研人员 他们假装调查雷切尔的心理状况 实际是要杀人灭口 艾伦从中情局手中救出了雷切尔 但雷切尔只负责研究手中并没有药物 为了帮助艾伦摆脱药物控制 两人决定直接给艾伦注射病毒 两人巧妙躲过中情局的封锁 到达了位于菲律宾的实验室 给艾伦注射了病毒 但注射病毒后会有一段虚弱期 艾伦希望雷切尔先行离开以保全性命 然而雷切尔已对艾伦动了感情 不愿意抛弃他 有一天雷切尔出门买药 回来却发现艾伦已经被包围了 他冒着生命危险提醒了艾伦 自己却被追杀 刚刚恢复身体的艾伦逃出包围圈 又救出了艾伦 两人上了一只不知失望何方的船 如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写的一样 他们一直走一直走 永远也不靠岸 当然这只是美好的希望 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背负的使命 那就是解开事实真相 让肇事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点影重重4》是一部由托尼·杰尔罗伊指导 米杰尔·雷纳 雷切尔·威兹 艾德华·诺顿主演的悬疑动作片 于2012年8月10日上映